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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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節目的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就談麥堅倫錦錶 過去很多時候都會說到 麥堅倫錦錶就是晉級這個麥爾本輩 其中一個挺重要的引進菜 不過這屆是不是冷清一點 好像很多馬都不多 想選這場來晉級 因為出馬只有9匹 好像晉級的已經晉級了 不晉級的都是最後努力 所以比較少馬 但是呢 最初接到那個報名的時候 一看對比麥爾本輩都知道 這場不會馬多了 雖然也算是二十幾隻馬的報名 嘩 但是全部都是overlap 十隻都沒有 這個搞得只有9匹 這場是不同麥爾本輩的 因為麥爾本輩是讓賽 但是這場是分靈讓榜賽 有一點點不同 費明頓馬場經常都說 跑到長途賽 捱長直路 這場都是1-2千米 講這場賽之前 不如先看賽道形勢 2千米又如何跑 好 好了 在揮明對馬場 2千米…2千米就起步 沒有轉彎 2千米就沒有那麼通常 2千米就應該輕鬆得多 在轉彎之後 其實都是對面那條斜 即是斜的直路 起步 一個大彎 然後回來直路 580米直路 出馬那麼少 就不會拿不到位 下直路又很寬 真的就不會 很重要 經常都說出馬少 有出馬少 頭痛 經常想哪些馬 戴頭 戴幾快戴幾慢 通常都戴得慢 這場的9匹馬是哪些戴頭 哪些流後 會不會上次上山 凡事得 凡事得 在前面 寫滿你曲就很快 出馬 出馬 去年我們見過 那隻馬可以 今年好像沉了 但剛剛好一點 上次跑完那場三級賽之後 轉個禮拜之後就贏了 不過問題就是 你三級賽那場之後 你是下去跑這個羊榜賽 當然 即是降班 即是降班 現在誰走 正常 上回來 我看他可以走得多遠 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始終廢明頓直路 沒有理會你債大頭 而且始終這麼乾快的場地 你戴得快又不是 戴得慢那頭 很容易被馬黏著 會挺難跑的 但說回這場賽事 實力馬也不多 例如飛騰快馬的迪美小姐 我們在考菲爾德杯 見他們跑 他們也不是贏過一隊 甚至三、四名 好像威脅不大 但來到這一組 好像你也不得不選擇他們 其實是的 而且這一組 有點混戰感覺 但到底是否最近 在考菲爾德杯 叫做跑得近那些馬 跑得好又未必 不過當然 因為考菲爾德杯 今年 其實我都覺得 你平排十幾隻馬 一起衝刺 其實就算那三、兩個馬位 在後面回來的那些 你都不可以太過忽視 台灣去年 就是波浦添手 跑完考菲爾德杯 之後 贏這場賽事 都算有參考指標 更加剛才豪然說過 例如迪美小姐 或者飛騰快馬 其實說決心 飛騰快馬 更加要努力 因為現在 米爾本杯 還未進級到 要贏這場才行 相反 迪美小姐已經穩奪 參賽資格 有少許分別 對了 你說到進級 差點扔下這件事 除了這兩匹之外 還有哪些是欠進級的 其實如果看進級都挺有趣的 無敵先生 原來無敵先生 無敵先生 差不多是車尾 排第20多 其實摩力提也是排第28 所以這些馬 其實都有機會 因為你如果贏了 麥堅倫的話 可以直接進級 是有機會償到的 相反 就是萬里養的就已經穩奪了 我們預備了一些賽事片段 這些參戰馬 考菲爾德杯也在 重看一次 考菲爾德杯 我們經常都說 那場馬 兩件事 迪美小姐是跑得很精彩的 大外檔起步縮了內檔 但他還是贏不了 跑得很精彩 非常快馬 就跑得很快 那場馬 其實左手數過來 第3隻 第3隻 是摩力提 那隻回來 也是輸2個馬 中間成隊 黃銳 無敵先生 真可憐 那場馬 哪些法力組就輸 好了 索贊尼辛 之前我們 羅帕奇勒 穿試錦標見過他 豪仔跟著說 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這次 他好像歡樂足跡 他越玩越大 跑來跑來跑去 這隻一萬元扭子 也是英雄 但又是這樣 不過 我沒有想過 今年獨立藥菜更差 對 因為參戰馬 原來很多厲害的都不出 結果他相信你 好了 迪美小姐支持在目下 錦標那場 亦是 不多受注目的情況之下 他專門刀這些第三 又刀到的 輸給甚麼馬 厲害了 外面的一錘定音 中間的Atlantic Jewel 大家都知道 在那邊馬後級的馬 但他很厲害 他搞得Atlantic Jewel 就是這場 破了不敗身 就破了不敗身 好了 飛騰快馬 3月的時候 在扶捷杯羊賽 這場2千米 當時在澳洲 第二場落地 已經跑得不錯 但剛才看過 對比一下 跟易德盃 他跑2千 跑2千 跑2千4 可能最後一段是一樣 因為他在2千 英國也贏得 繁花此感 賽職上是給了一個信心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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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